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我七年地藏经的传奇感应 当放下一切执着私心利益众生 这时的我是最快乐也是最圆满的 我出生在湖北省的一座古城中,作为独生女却并没有得到多少爱 出生前父母就矛盾很深,母亲曾想打下我 但外婆多次劝阻后,还是放弃了 然而这只是开始,被宠坏的父亲开始夜夜打拍不回家 再加上母亲不善沟通与爷爷奶奶的矛盾日益加深 从我记事起就直接地争吵打斗声 挨到上小学,母亲终于忍不了大吵一架离家工作了 所幸福德尚有,爷爷奶奶,姑姑姑父开始照顾我的衣食起居 不过再仔细,还是比不上亲生父母的关爱 于是从小我就能分辨出他人温言笑语背后的讥讽和怜悯 这样成长环境下,我愈加要强,学业变成了我情绪唯一的出口 可是进了重点高中后,过大的压力差点击垮了我 白电风和月经布条缠上了我 一直到了大学毕业也不见好转 等到了高三,我已经对自己半放弃了 想着能考上一个普通大学就好 哪敢记起小时候的志向,至于身体更是顾不上 说来也巧,09年湖北高考的理宗和数学简单的不像话 反倒是英语语文特别难,正好对上我的特点 让我暴冷甩开的一帮人成功去了华东的某所高校 虽然离家很远,有时候甚至孤单 但是终于可以让我喘息了 白电风的药只吃了一年就扔到柜子里了 至于其他的病,我不提,家里也没人注意到 上了大学后,我开始在网上认识了几个所谓玄学圈子的朋友 每个对住我都安慰说以后的人生就慢慢好了 中年才是我的好时候 可是人生已经这么苦了 总得让我尝点甜吧 只有两个人告诉我可以事事行善积德 多做好事看看能不能改变运气 甚至有个人直接劝我信佛 说我的缘分在宗教里 我的一切财富人脉未来都和宗教息息相关 在当时的我眼里 信佛的都是七老八时的爷爷奶奶迷信烧香 所以也只是复言了事 转眼来到一二年下半年 这年我大四 姑姑把我安排到老家银行实习 打算等毕业就正式入职 但是那时无任何人脉资源的我工作上处处碰壁 人际关系也一塌糊涂受到排挤 这样熬了几个月后 13年的夏天我终于离开了 等正式毕业后 拖着行李箱回到老家的我 奔波在武汉和老家之间 碍于现实妥协进了现在的单位 那时13年的盛夏 我的工资平均一个月3500 由于先前的实习并不愉快且身心俱疲 我曾在外出跑业务中无意间闯入武汉汉政界的一个小寺庙 那时居士们正在念诵晚课 虽然听不懂却让人觉得宁静 这是第一次产生兴趣 13年正式上班后无意中想起之前朋友的话 开始接触了凡四讯和金刚经 也在网上看到一位法师开始在家弟子在怎么忙 最好每天坚持念三遍心经 于是到14年初 我都是每天三遍心经不断 这是我第一次对功课日日不断有了概念 而我的母亲在娘家人的劝说下 终于肯回家和父亲尝试和解了 饭桌上虽不算愉快 但也能凑过一家人默默吃完一顿饭了 14年的春天 我的工资涨到了4500 工作上也有了小进步 这年初秋 我在网上搜到了地藏经和很多持送的感应 也看到了其他的声音 纠结几天后 14年的10月下旬 我决定开始每天念一部地藏经 那时我只知道念 后面的回向等都跟注念一遍 其他都不懂 在QQ上加的第一个地藏大群里 也没看到几个人打卡报功课 于是坚持功课大概一个月后 我又在QQ上搜到了第二个人数少一点的地藏群 进群没几天后 有个管理员私信问我功课 我告知了 他便把我拉到了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群里 我才知道这个小群里 有几位师兄已经念了好几年不断了 15年正月QQ群正式解散 我还有一些坚持功课的师兄 被群主他们邀请到重新组织的微信群里 这正是我们共修的第一年 当时的人走到现在也只有几个了 由此 我真正接触到如何修地藏法门和放生 第一个月我的放上款是100 等到半年后已经随喜到1000了 因为那时候我的收入已经到达5500左右 甚至更高了 这年15年底我24岁 16年收入慢慢增加 遇见了现在的丈夫 一切平稳 这年表妹中考 为了报恩也为了杜姑姑 我替她求到了彩线免费进重点高中 正好也是我的高中母校 一青年一切顺利 收入到达月均6000左右 这年我的月经不调不治而遇 18年工作遇到瓶颈 学佛的前辈叮嘱我改变内心 让我长思挤过 心胸开阔 要我学菩萨所在处令众生欢喜 随后薪税大涨 收入月均8000 19年 爷爷在农历18年冬天 已经身体明显变坏 脸色发黑 走路气喘 跟住道友们去九华山贵送三个小时地藏经 外加随喜了10800元 回来后发现爷爷身体恢复 如同枯木逢春 这年我28 收入首次破10万 这年表妹高考 仍旧是替她采现进了一本院校 这年开始我的白电风已饥不可查 20年杨历 1月23日早起 发现封城 带着丈夫从轿车 到一路狂奔逃回老家 历时五个多小时的绝命之旅 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上了高速后 得到姑姑的电话 爷爷早在12月便查出疑似癌症晚期 23日一大早 他独自去拿复查报告 发现是良性肿瘤而已 本来预估只有不到三年的寿命 被医生告知 做了手术后 无意外应该还有十年 这年的武汉 哀红遍野 然而我和家人 却丝毫未受影响 收入与19年持平 21年的今天 我写下这一切 才发现不知不觉中 自己早已不是当初 那个刚愎自用 偏激的我了 有次与多年的好友相聚 他看着我犹豫很久问 你现在看着这么幸福淡定 怎么当初会想着要自杀呢 那一瞬间我忽然恍惚了 当年的我是怎么想的呢 而是只是想着 长大的再不受人奚落怠慢 不能光宗耀祖 至少也能孝养家人 报答恩人 前辈曾告诉我 君知我报君 有知我报友 我能力不大 但人敢说 以几乎尽全力 去报答曾知我恩我的人 现在的我 没有光宗耀祖 和所有人一样 为了遂赢几两 披心待悦 但是当我发现 家里越来越和睦 曾经势不两立的家人 有说有笑 坐在一起盘算未来的时候 猛然发现 这才是我儿时 心里埋藏最深的愿望 我终于能像一个 普通人一样 宁静地生活了 前些时候 奶奶告诉我 爷爷身体又感觉好一些了 他自己的膝盖也好多了 奶奶一直笑着 感谢我买药给他 奶奶还说 我父母已经攒了 二十万在手上了 荒唐半生第一次 有了自己的存款 而我在电话这边 不敢说话 怕他听见我哽咽 未来会怎样 我不知道 却也不会再访黄 想想当年朋友的话 一切财富 人脉 资源 未来既来自于众生 现在的我也能理解了 当我慢慢放下一切执着私心 去燃烧自己 利益众生的时候 这时的我是最快乐 也是最圆满的 释迦佛以涅槃 这世间却仍然还能听到 地藏菩萨的传说感应 愿看到此文的有缘众生 都能信心增长 正信学佛 无畏无不 其余的 连池海会再说与你听 三规一弟子 青鸾 写于2021年9月11日日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